拖车公司还是不是人了 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 我的车又被他拖走了 苏杰贤文家人们 我的车被拖车公司拖走半个月了 今天七早堵着开门来求车了 开始办理取车手续 1279块美金 他怎么不去抢啊 原来在拖车公司院里边有这么多东西 没给我开门就是那辆子来 你们知道不 你们那些猫粮啊 这种小罐头啊 都是从我兜里出来的 我这个恨啊 没有乱停车的话 也不能痛死一千多 我这种种迹象就是突然这儿的抱怨 回国之前无数次就人提醒我 快把车从那挪走 恨了 后悔了 行吗 心宽点 就让他花钱救助这辆毛了 哎呀 我幸福的秘笈就是刺激其人 终于来给我求车来了 我的车在哪里 他在哪里啊 哇 在这里 在这里 小黑 小黑你好 好久不见 我许 都他瞄得结枉了 跟你的邻居们触得好吗 哦 你的邻居已经死了 小黑想熟悉的话 得把前面好几台车都挪走 哇 原来他们是这么挪车的 也对 这里边好多车 故意都不能动了 收拾这个头啊 怎么把这车拖走 哦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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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起来 往上挪 哎 漂亮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向着我们走过来了 加油 小黑 你是最胖的 跟你的邻居们说拜拜吧 拜拜 期待你们早点来 你们的主人求你们哟 现在问题来了 我如何把两台车一起开回家 哎 这个地方离梗子家进 先把车停他家吧 你真脏啊 小黑 没我在的时候你自己不会洗澡吗 玻璃水都没了 小白 你要等我回来哦 别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又被别人搓进去了啊 不要乌鸦嘴啊 开了七分钟的车到耿子家 搞定 嘿嘿 我又停回来了 感觉命运是个轮回啊 别过两天隔这停着又被人拖走了 瞄的 差点忘了 为啥让人拖走啊 就是这玩意没办 2022年的过期了 只要把新的往上面一贴 先往老子来了也不敢拖走 我来都来了 看看耿子家里边有什么能拿的 我就喜欢密码所 哇 还是熟悉的味道 知道为什么卖房子之前要布置了吧 这家伙整的比他家原来好看多了 哎呀这是一点活口不会留啊 擦也没有合理 美美原来玩耍的地方弄成要码面的 这瞅瞅梗子原来的办公室 从来就不知道这里边这么漂亮 不管哪儿的 她卖房子给我整的还挺伤感 虽然这不是我家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毕竟这里边每一个角落都发生过我们的故事 搁着给塔德用货盆做的冷面 经常搁这个位置上家庭聚会 妹妹和壮壮刚出城的时候 就是搁这个地方见的她 唯一在她家住过的几天 就是在这个房间 旋转楼梯边上这个墙上 全是梗子和梅杨阳的照片 满满的回忆挺好 该走了 脑子像过联欢话似的 给个岔瓶吧 连水都没有 叫的车来了 现在送我去求另一辆 喵的拖着公司还是不是人了 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 我的车又被她拖走了 开个玩笑 老是觉得结尾没有翻转 太无聊了 好友子好友子 但是我喜欢 哎呀 没心没肺的一天 痛死一千多 是怎么乐得出来的呢 那就来吃个他后压压经吧 水满就行